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日更TV 我們之前就去了倫敦日和MCN高台那邊 我們這次就來到 楊里皇宮這邊 看看這邊的情況 我們現在就是 楊里皇宮旁邊的天橋這裡 看到很多人都在這裏 看著這個 楊宮湖裏面的表演 看到很多旅客在這裏 我們在上邊可以看到 那邊 很多旅客在這裏 等著纜車 連龍尾都見不到 我們在這裏看一看 這裏就是龍頭 龍頭 我們暫時都未見到有龍尾 這條天橋 下面好像有很多人在休息 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 榮里皇宮搭纜車的地方 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多人 不知要等多久 估計都 起碼要等半個小時至1個小時 從見到過 那裡面 我們在那裡 現在就住在那裡 這裏是一旦 很期待 這裏就是 的 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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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進去看看裡面的情況 看到對面有一家盧斯萊斯 來到大堂這一邊 一進來我們就來到這裡看到兩輛跑車 看到很多人在這裡欣賞 那我們在這裡下一個圈 看看這裡的人流是怎樣的 永利王宮相比威尼斯人 MGM那邊其實是這些店舖 都是比較高檔一點的 那些旅客來可能是 來吃一下東西 看看這裡的 裝修啊 擺設 那這裡是一間 比較出名的店舖 永利帕房 我們繼續走 來到這一邊 我們又見到一輛 林寶堅尼的跑車 我們現在鏡頭的另一邊就是賭場 我們欣賞一下這個跑車 那我們繼續走 那這裡是一間 永利王宮的一間本餐廳 它是比較有名的 那我現在不是吃飯的時間 都是 裡面都是沒有人 那這間就是拉麵店 都見到 只有兩個食客在這裡 正在用餐 我們看看商店裡面 那來到這裏 是一間 賣甜品的 店 都是 坐滿他人 這裡有一間意大利餐廳 那可以見到 永利王宮這邊 兩邊的購物和購物 和購物的人 是 的比例 比成的 是少的 那暫時見到 兩邊的 店鋪都是 沒什麼人 我們已經來到另一邊的門口 美麗 那我們左邊就是 賣化妝品和護膚品的地方 那見到人流都是不算多的 那前面就是另一間 食店 那這間 是賣飲品和麵包的食店 都見到很多人在這裡排隊 有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前面是紅白燭麵 其實是在賭場裏面 在賭場可以拍照 進不去拍給大家看 感覺上這邊名利皇宮的旅客都是看東西和吃東西比較多 賭物的話就應該比較少 這裡叫另一部跑車 有女孩在看跑車的介紹 左邊就是巴黎世家 眨眼看上去都沒什麼顧客 這邊是有一個展覽叫做《載遇達分期》 這邊是有一個展覽叫做《載遇達分期》 這邊也有一個藝術品展示 有一個風車的藝術品 這邊呢? 這邊也吸引了很多旅客來打卡拍照 我們在中間那邊穿過去 這裡也看到一輛跑車 因為是在做永利的超跑展 所以周圍都擺放了很多超跑 這裡我看到一間店舖 第一次看到是多人的店舖 不知是否在做什麼活動 看到是LV LV也有很多人 暫時看到LV和 Chanel這兩間店舖 比較多人 我們就來到 跑車展示的地方 我們就來到這裡 已經走了一個圈了 這次永利皇宮的情況 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訂閱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